參加演唱會隨音樂節奏搖擺 或是找女性朋友喝酒 在IG記錄生活點滴 時常對鏡頭耍帥自拍 他是藝人藝術寬的兒子 易寶紅 犯下信義區夜店殺警案遭判刑9年 服刑期間還能聚會狂歡高調PO文 因為他在外衣間服刑 返家探視期間頻頻違反相關規定 矯正數卻不知情 經過媒體披露以後 那我們 武林外衣分間這邊查處他的相關的市政 我們查核的部分也是不定時在做查核 那他這個部分 他放假在外的期間裡面 不會24小時都在查核他 易寶紅當年被判刑9年 2019年入獄 去年3月因符合資格 被調到台東武林外衣間 去年8月他在自己的IG 標記特種行業的聯絡方式宣傳 12月用違反規定 在外和朋友喝酒聚會 還拍照上傳 都過了將近一年 矯正數卻是看報道才知道 決定將他轉到花蓮監獄 根據了解他住在三人房 情緒平靜 他的母親已趕往花蓮探視 他感覺到非常莫名其妙 他這恰手實施犯罪的 他拿喉嚨柱去毆打 那個去政府的 但是一個惡警重打的人 當然認為這一定 一定會有客群關說在裡面 當年殉職的遠景薛珍國遺霜 透過律師表達不滿 他失去先生 孩子沒有爸爸 此生孤獨堅強活著 嫌犯卻能扶外衣間坐爽牢 質疑有特權 對此矯正數否認 每一季有一千多名受刑人 報名領選 每個人資料都去識別化 無法辨識身份 而易寶紅原本有望在今年底提報假釋 不過爆出外衣間爭議後 審查標準從嚴 假釋的希望恐怕落空 TVB的熊華麗捷運席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